头戴毛帽口罩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区 受困四七天的梁圣岳终于回到台湾 他一点疲惫在父亲的餐服之下 慢慢走出航下 只见他行动不便脚步缓慢还差点跌倒 看起来身体似乎还很驱弱 面对大批媒体包围低头不发抑郁 机场特别安排接驳车辆载送梁圣岳出关 二号中午他在家人的陪伴下 由吉隆坡转机背底桃园机场 如意身心状况还没恢复 家人婉拒媒体采访 都没有话要跟政府说吗 没什么好说的是不是 梁爸爸挥挥手不想多说 已经劫难获救返台 只想带儿子赶快回家休养 状况还好不好 状况 因为我们说老实话 我也只看到他这样子走过去而已 我们也不晓得他状况好不好 梁圣岳和女友刘成军 今年三月到喜马拉雅山区践行 却不慎跌落悬崖 他幸运在失踪四七天后获救 女友却在救援人员到达前三天罹难 而梁圣岳抵台后没有回家 而是先直奔医院检查治疗 游生军的遗体也在书运代表处官员的协助下 在火化后将由家属带回台湾 半头事 记者林中间廖宇志 考验报导